以十许多多名词税 为我们说明诸法实相 这是家民引导 众生听了啊 有几个人能真的明白了 有几个人真的救了 可见这个乳难了 这就已经很难了 现在呢 民人决重极 这个不思议是把痕迹都给抹掉啊 余生何疑 这样对于众生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利益呢 二叔不思议 佛将这个不思议的境界 就是把痕迹都给抹掉啊 这个说法对众生有什么好处吗 下面解释 这个解释了就很要紧了 法体 是历思以致经 法是一切诸法 一切诸法的本体 本来就不可思议 换一句话说 你用思维想象决定达不到 底下说 若令思议啊 永不能如 这个佛法 这个佛法 无论大小成精 只要你用思维 用想象 你能够达到的境界 理解的程度 有一定的界限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你能够达到它的表层 表面的 你没有办法深入 不能达到它的精髓 达不到的 唯一识经论里面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用意识心 你所能远的 是霸识的范围 霸识 五十亿星属 这个有违法的范围 那个功力达到 真正圆满了 就达到这个境界 决定圆不到本师 本师是不是 是第八十点 信体你圆不到 就是此地所讲的了 那么八十信体在哪里呢 无由也乏不实 所以真正见信的人啊 就头头是道啊 左右逢圆 圆是什么 住法的根源 到处都是真如本性 六根所接触的境界 无由也乏不实啊 缺乏地缘啊 他怎么能达到呢 他不用 射心 不用第六识 不用第七识 他能达到 凡是用六七识的时候 决定不能达到 他的知见理解是非常有限的 这个所谓 全叫小臣啊 若令思议 永不能辱啊 这是佛是真正慈悲到其处 把这个四识真相 为我们说出来了 坚硕立焉朝秦 言语达不到 情是什么 情是思维想象 这是说于情达不到 思维想象达不到 言语达不到 即望言绝虑 自然如意 王爷 言语离开了 不用言语 越律 律是思维 思维想象也不用了 这个时候的心 真正清净了 这个清净心呢 原来就是啊 自然如浪 还要有个弱的念头 那就又错了 有个弱的念头 就又入不进去 又入错了 所以都要知道 念佛是一个方法 你明白这个四识真相啊 只要老实念 就行了 不要再问 问东问西 问什么叫异心 什么时候才能往生 你有这些问题 说老实话 你也得不到异心 你也不能往生 原因在哪呢 心不心静 经上不是给我们讲的很清楚 心静的途径 到你心静了的时候 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就陷在你眼前 这叫唯心静土 自信弥陀啊 这唯心静土自信弥陀 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静土 阿弥陀佛 给诸位说是一桩四千 我们心不清静 严重的污染 今天社会呈现在我们眼前 这个社会是自信变的 唯心造的 我们要想这个世界好 这个世界庄严清静 这世界恢复之需 从哪做起 要从清静心上做起 你心要不清静 用什么方法也治不了啊 你一个人心清静 你一个人不清静 大家心清静 大家都住净土 这是佛法里面讲的 供业别业 大家觉悟了 这是供业 个人觉悟了 这是别业 确确实实 离死无碍 死死无碍 所以华言讲到末后 是句子给我们讲正话 这是讲到最后了 马鸣菩萨在大臣其心论 那是开始 你看 始终 完全相应 其心论里面一开始 菩萨就教给我们 立言说相 立言说相 立明自相 立心原相 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 原教大臣 始终不二 教师前后呼应 这是怎样自然如 所以功夫 真正功夫得力 就是老实 就是再没有怀疑 没有咋念 没有妄想 你念佛 一句佛号念到底 功夫就得力了 孤六祖七祖 结余 辞的这个六祖七祖都是讲禅宗的 若语若诫 这个如是其如 我们世俗人讲正果 你要想正果 你要想入祝福 进阶 这有一个秘语 一切善无多么思量 他们的开始当然很多 六祖大神堂经 大家看看就下着了 以这一句话 最简单 最恶药 一切善无通通都不下了 世间善无放下了 除世间的善无也放下了 都不下了 二六祖中只想这一句佛号就行了 这个叫最方便的法门了 这闻到这个地方 把所如介绍完了 这个拼提里面 辱不思意泄脱境界 这是我们所如 拼提的后半段 是普行菩萨行愿品 普行是能辱 不思意泄脱境界 是所如 我们看这个第二 是能辱者 总即菩萨行愿 这是总说 能辱者就是菩萨行愿 略微词二 行之愿 这个菩萨行愿 六分是两个 一个是行 菩萨行 一个是菩萨愿 行之愿 如鸟而已 如窃二轮 这两句是比喻 这两句是比喻 愿人好 仁越法 愿于法 法者是普法固形 畏 这底下是解释 至顺调善故 又邪为真善 善切离故 法界至善 为护身法固 《清凉大死》这一段的开始 《宗密的解释》里面读得很详细 用了不少的文字来解释这一段 我们看主题 这是第二 大括的第二 是能如中文分为三段 第一段 总之行愿 第二段 就是行之于愿如鸟而移 到这个集聚 是欲明行愿之要 行愿的重要 行不能离开愿 愿不能离开行 行愿就像鸟的两个翅膀 车的两个轮子一样 不能够离开 不能够离开的 第三段呢 是从 然人于法居称普贤 这一下是第三段 于人法舍普贤 来解释普贤的意思 从人上说 从法上说 第一个是种旨 第二个是解释 现在先讲这个种旨 精粗 法普贤有二 第一个是月体 就是体上讲 第二是用上讲 我们看最后这一行 三百五十六面 最后这一行 月体的 体就是现在 在哲学里面所说的 宇宙万有的本体 宇宙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动物从哪里来的 植物从哪里来的 那个根源 那个叫做体 体是什么呢 现在哲学家 哲学家都没有找到 众说分约 宗教家呢 虽然说的很明白 但是现在人又不肯承认 宗教家怎么说呢 上帝造的 不能叫人心福可福 而佛给我们说的 跟宗教家不一样 跟这些科学家 哲学家讲的也不一样 佛说 即本觉心体 佛哥我们说 宇宙人生从哪来的 是你自己心里的变现的 这个地区 古往进来 除佛以外 没人这么说过 我们细细想一想想佛说的这句话 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也没有清正这个境界 当然不敢武断 当然不敢武断 但是有一个相似之处啊 多少能够领略到一些 那就是说我们会做梦 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的 做梦中呢 不是由山或大地 不是由许许多多 这是生罗万象吗 那梦中那些东西从哪来的 这个我们知道 是我们自己 现在人讲下意识变现出来的 那由这个例子可言就差不多了 佛讲我们眼前生罗万象了 是我们真心变现出来的 梦中那个境界呢 是我们的旺心变现出来的 他把那个真望去掉 总而言之是新变现出来的 这有几分道理啊 当然后面最重要的 是我们如何把它证明 你把它证明了 那你就叫成佛成菩萨了 还没有证明之前呢 叫凡夫 证明了啊 那就是法身大肆了 华严经上 四十一位法身大肆 他们统统证明了 证明佛所讲的一点都不同 所以体验就是本着心体 即驻法本月 啊 尽虚空变法界 所有一切万法的根源 这万法都是心体变现出来的 这个我们会问 这个心怎么会变成这么复杂呢 我们眼看到这个人是法界这个人法界就这么复杂了 何况还有天 还有鬼头 还有地狱 为什么会这么复杂 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 你自己冷静去想一想 你从今天早晨到晚上 你那个念头多复杂 是因为你的念复杂了 所以变现这个境界就复杂了 佛所我们讲的不错啊 唯心所现 唯识所必 识是什么呢 分别之处 我们的分别之处是非常复杂 所以把外面的境界像 也变得这么复杂 所以外面境界像复杂的程度 给我们心里那个分别执着 复杂的程度恰恰相等 真相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如果我们依照佛的方法来修定 定功修成 什么叫定功修成呢 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这个境界 在不在前面呢 在 那个境界叫不复杂了 清净法界 叫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是清净心献出来的 一心献出来的 三心二意就先是法界 先六道轮回 这个是四十真相 为此法界周边一切 我们本觉心急变现的境界 这个心多大呢 净虚空变法界 这是自己的真心 这是自己的真心 大乘佛法的教学 就是建立在这个理念上 你要想若大乘佛法 第一个要紧的条件 就是把你的心量脱开 果然你的心量是包括了虚空法界 这大乘佛法对你就很容易 很相应 换句话说 非常适合你修学 你没有这个心量 你没有这个心量 你在大乘法上修学 那就跟前面讲 决定入不进去 第一家说 四身六趣 四身是讲生态 太太暖石化 不但有情众生包括了 无情众生也包括了 六趣是六道 无恶世而是造荒 这句话是说 四身六趣 是相 是作用 相用 离不开本体 有相有用 当然有体 体就是真心 体就是本着 也叫做真如 也叫做本性 名词很多 实际上指的是一桩思琴 九年虚空 虚空也有体 没有体哪来的虚空 再生再犯 用即优别 体即无依 提上讲 没有碾样 作用上讲不同 圣是主 所以它的作用 没有障碍 作用广大 无边 烦了 迷了 有分别 有执着 随其作用 作用就不大 应用的范围 应用的范围 缩小了 这是什么回事 事情迷糊造成的 不是心体里面有这个东西 心体里面没有 是迷雾造成的 这个要知道 结祝福所思 群身自体 万物自食 是众心所依 这是把人跟法 全部都收到了 人的体是这个 法治体 也是这个 所以华严经上讲 情与无情 同源中至 为什么同源中至呢 体是一个嘛 不是两个体嘛 祝福所思 思是思法 以这个来作为标准 以这个来作为法则 方法的原则 那就不错了 顺性 趁心 这是诸佛菩萨 觉悟了 能顺性 能随着性 那就得大自在了 凡夫 你设了自性 他的作用啊 违反了自性 所以才产生了 许许多多烦恼 如果顺了自性 给诸佛说 烦恼就变成菩提 主要知道的 经上常讲的 烦恼即菩提 生死即女孩 的确是一种自性 顺了性啊 就是菩提 唯一了自性啊 就成了烦恼 顺了自性啊 叫大涅槃 唯一了自性啊 就叫生死 就献出这个像出来 什么人顺性呢 植物的人顺性 什么人违背自性呢 迷了自性的人 他就违背自性 我们把话再说的 明白一点 顺性的人呢 心量是脱开的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不但天下是一家了 那还是明远 静虚空变化界 原来是一个自己 所以禅宗 有这么一个说法 静虚空变化界 是沙门一只眼 这是觉悟的人才能说出来的 虚空法解释不解 不是别人啊 一切分别执着 统统没有了 这是顺心 它作用才真正是 理事无碍 死死无碍 米约 在本诀里面 分字分他 分人分我 分世分飞 这个麻烦来了 本来没有这些麻烦 这个麻烦全是他自己心里头 一念迷惑 一念错觉 变现出来 真的是无事生非呀 所以佛说要可怜您的 如果摄法界六道轮回 是真的是事实 佛不可以说可怜您的 那说这个话是太过分了 本来没有你自己认为是有 那这个叫真可怜啊 这是群僧字体 本体啊 这个群僧包括了有情众生 无情众生 万无自食 万无跟前面群僧的意思是一样的 自食是从这里开始的 众心所以 这个众心 无论是觉悟之心 无障碍之心 是一者 迷了凡夫 造作无量无边罪业 还是一者 真望不二 邪正不二 善悟不二 是非不二 诸位有没有明白 念这一段 经上凡是这些句子 就恍然大悟了 会点头 真的是不二 一个体 一桩死琴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真正全无了 虽然烦恼吸气没断 心量会躲开 我们在生活当中 确实会得到 比现在更幸福 比现在更美满 这个幸福美满的程度 随着你心量的拓展 随着你觉悟的程度 所以幸福从哪里来着 从这里来着 圆满也从这里来着 这是真的 决定不是假的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